大家猜猜第一名是什麽咯 其实呢 这个超市的茶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第一名是他 Hello 大家好 我是用生命学中文 今年推广台湾第九年的三角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日本超哈台 超意外的 日本人去台湾伴手禮 Top 5 Y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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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的东京还开了台湾风的咖啡厅呢 像大家都知道珍珠奶茶在日本也很红 但是就带不回去嘛 那日本人来台湾喜欢带哪些东西回去呢 话不多说马上跟大家分享 第五名台湾葛马兰威士忌 那日文是卡巴兰威士忌 那葛马兰是台湾的伊朗嘛 你知道为什么葛马兰威士忌可以红遍全球吗 大家可能只知道他很有名 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品牌呢他才成立了两年而已 可是就得到了威士忌比赛的世界冠军第一名 所以就声名大噪受世界瞩目这样子 我自己也送给日本人过 就很不挑人大家收到都会很开心 那现在便利商店也可以买到小罐的也很可爱 再加大家讲忍之事 就是在台湾酿造威士忌的话法律规定至少要两年 但是葛马兰威士忌它是起码都有四年以上哦 那其实亚热代国家是不太适合酿造威士忌的 那大部分人想象都会觉得说 好像成年熟成越久越好 但是台湾却能用这种短短的时间就 酿造出品质这么好的酒 这个也是大家瞩目的点之一 所以这几年也慢慢颠覆了大家的印象 觉得说酒一定要熟成越久才越好 那这个送礼的时候也可以当小话题聊聊 再来第四名 是台湾茄子袋 那这个茄子袋日文叫做 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它叫茄子袋 一听到的时候想说 茄子袋是吃的茄子吗 就其实不知道才有正统的名称 我以前都叫它买菜兰 买菜包 那这个茄子袋台湾人都会觉得很怂很阿嬷对不对 就会觉得不敢相信 为什么外国人会喜欢这个东西 但你知道吗 这个在日本 台湾的茄子袋被称之为 台湾LBO 台湾瑞瑞瑞洞 应该真的大家不敢相信吧 你们有好奇过为什么它叫茄子袋 茄子吗 这又是台湾人不知道的人知识了 那它起源于台南 由来是日文的一种编织 方式叫做 就变成茄子袋 这样子 原来名字是日文由来耶 那这个受日本人欢迎的原因就是 会觉得它很可爱 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花样嘛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那个五颜六色很花花的 有没有 就是大家觉得最阿嬷的那种 其实那个也很多外国人背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黑白啊 比较素的 那个就其实真的蛮好搭配衣服的 就还有受欢迎的原因是 会觉得 就是又轻又坚固 那用 再来我要介绍的是 大家都很爱去日本药妆店扫货 但你们都不知道 台湾的药妆产品也很受日本人欢迎 现在啊真的是日本人要来台湾搜刮药妆品的时代 真的完全不夸张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从台湾的面膜开始 现在在日本台湾的美妆伴手里真的是超夯 我私心推荐一个底妆 是贝朵娜的极光CC霜 保养底妆防晒一瓶完成 我一定会买给我日本的朋友 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现在真的不能没有它 因为它可以让我每天多睡半小时 日本上班族每天早上出门都超赶 搭电车就像在打仗一样 那这个东西给日本的朋友 他们开心都不行 它是日本上班族的最爱 在台湾也很有名 完成超快的 超迅速一下就推开 因为它媲美日本热销16年第一名的 伊利斯尔的小金管 但是这个极光CC霜 它的校正肤色比它更厉害 你看它像那个慕斯一样啊 超级好推开 它真的超湿滑 我一开始用的触感 整个觉得 金尾天能 台湾的化妆品这么厉害 就第一个字已经不见了 我整个图居民 你看它这个完全不泛白 这一支是有叉的手 这一支是没叉的手 是不是校正肤色超赞的 整个很提亮亮白 它明明擦起来超轻薄 可是它校色效果超级无敌好 我现在每天都是用它 日本人最喜欢这一种 看起来像梅化妆一样的 十冰服 尾素颜 天生好肤质的妆感 那像是毛孔啊蜡黄啊 气色不好 泛红 都能修饰到 然后也会填补那种细纹啊 就一点点那种法令纹 而且还是高防晒系数 你出去外面就不用害怕 那它擦起来啊超级服帖的 完全不闷也不油腻 可以感觉到肌肤在呼吸 长时间啦也不脱妆也不暗沉 认真观察这一瓶你就可以出门 底妆30秒完成 那它的成分也是很高级国际化 里面还有被誉为 地表最强保湿的南非沙漠的复活草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清香 用了挑香丝笔中的极品 是巴黎花园的味道 味道很高雅又疗愈 台湾的东西现在真的很厉害 真的完全像国际专柜的品质 那也是纽约时装周的指定品牌 是美妆界的台湾之光哦 那我已经爱用这个牌子两三年了 正恐还是它的新产品真的超强 而且这家超薄的 它还15天保证退费 不敢相信 在台湾的大家 你不买真的太可惜了 你一定要试试 在被董纳官网啊 还有MOMO啊 LINE公屋上都可以买到 也可以推荐给国外的朋友当台湾伴手礼 那这是我今天介绍的 台湾伴手礼美妆代表 再来第三名 是台湾国旗制品 台湾国旗製品 那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意外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真的会觉得是 真的一直来都很谢谢台湾 然后越来越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清净的一个存在 那其他地方要买到有台湾国旗的东西 也不是很容易嘛 所以就来台湾就会买有台湾国旗的东西 那最常见的就是台湾国旗包 其实路上有很多外国人在飞 大家有看过吗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最常买的就是台湾国旗的钥匙圈 还有现在日本乐天都还卖那个 台湾国旗贴手机的贴纸啊 这台湾的大家可能会很难想象 觉得说为什么外国人会想要买 就是我们国旗的东西 其实就很简单 大家台湾人 你去日本又会买这种东西对不对 其实这种日本人也会买哦 这很自然就是你会觉得到了这个国家玩 你就会买这个国家的东西 就是有一种到此一游的感觉 那个有台湾人问过我说 在日本带这种有国旗的东西 会不会很丢脸 我说不会 日本人自己也会 就外国人带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他偶尔会看到很酷的 台湾国旗的衣服整身的那种 就现在国旗制品是很多 大家无法想象 第二名 无印良品的乳包 超特别的可以带回去 乳出乳味 好这是第二名 台湾无印良品 台湾限定衣服 但其实台湾的这种调味料 只有台湾才有的味道 就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 就如果台湾今天有一个品牌 到了国外发展 然后还出了那个当地限定的东西 是台湾买不到的话 台湾人应该会很好奇 想要过去那个国家 然后买 就是自己国家的 产品对不对 就是会好奇 就是日本人也是这种感觉 而且因为自家品牌的东西 也会觉得很 平易近人 很好进去 也比较不会害怕 我觉得这个超级可爱 这日本人看到一定会觉得超可爱 我一看都会觉得我想买 还有这种送礼用的台湾茶 还有国产豆奶 真的突然好多台湾限定的东西 然后看到这一个什么 加一双盐奶油豆渣米酥饼 这个看起来好像也很好吃 你看看这个蜂蜜 然后连什么米粉 这些都有 我问你怎么变成是日本人的伴手礼店了吧 然后我要私心跟大家推荐这一个 这个麻辣风味的超级好吃 而且是真的会麻 这真的那个 现在是我的宵夜好伙伴 真的超赞的 大家猜猜第一名是什么了 其实呢 这个超市的茶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第一名是他 第一名就是这个 第一名就是这个 生殖台湾人人心的 义美小泡芙 大家觉得惊讶吗 台湾人呢 可能都会觉得说 日本好吃的饼干呢 那么多 就便利店链的选择都那么多了 怎么还会特别喜欢 吃台湾的这个义美小泡芙 那说真的啊 我一来台湾的时候 我也超爱吃它的 而且你真的要说 日本有没有什么饼干是可以匹敌它的 因为我还真的是想不到耶 而且在日本 便利商店超市买得到的饼干 好像也真的没有 这种类似的东西 所以 总之它就是很好吃 大家喜欢哪一个口味 顺带一提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牛奶口味 那一打开就超香的 我真的觉得 做这个饼干的人 真的是天才耶 因为它的这个口感 然后这个大小 整个真的就是 但是一切就是非常的刚好 真的很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就真的吃不腻耶 而且这个不止很受日本人欢迎 住在日本的台湾人 他饷宴台湾 要拜托你买的东西 第一名也是这个义美小泡芙 我真的受过很多人 就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委托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义美小泡芙过来 我真的好想吃它哦 大家在外地饷宴台湾味 好像都会买这个 嗯 好那谢谢大家看到最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你对今天介绍的排名 哪一个感到最这样呢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台湾的伴手里 心目中的Numberland迷迷是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影片有趣的话 请帮我按赞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国外的朋友 我们一起推广台湾味 那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我们持续创作很大的鼓励 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也有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资讯也欢迎追踪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